4月份以来目前投入公园的有17台机器人 赖加4台智能设备 更进一步加强公园的这个智慧化管理 这款是我们的千度耐高温效仿机器人 能够在最高1,000摄氏度高温环境中 正常工作30分钟以上的代替我们的效仿战士 进入到高温危险合场里面去进行一些 侦查灭火救援等作业的采访 这个救援型主要用于我们的一个应急救援 最快时速能够达到6米每秒 落水源可以踏伏在这个救援艇的上面 抓住两边的这个绳子以及拉手 救援艇就可以通过动力把它拉回到岸边 卫星智能清理船主要就是清理水面上的漂浮物 它可以AI自动识别水面的拉击 能够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水面清洁的功能 它的承载量大概就在几百公斤以上 提升了大概10倍以上的效率 这个是万象生态四足机器人 是搭载这个云端摄像头 可以用于识别鸟的树木病毒害 最快奔跑速度是一秒五米 还可以有各种步态 糊糊行走绝障之类